得不孤必有零 玉里安德起之中心的刘一峰神父 为了地方的弱势族群奉献关怀 远在西部台中嘉义高雄等地的 AGG车队家族继二二八廉价之后 这个周末又再度的翻山越岭 开了将近三百四百公里的车程前来 再度捐赠物资给玉里天主堂与安德中心 希望能够尽一点绵薄之力 为社会付出关爱 神父刘一峰也相当的感动与感谢 他们车队家族成员的爱心 开了将近三四百公里的路程 来到玉里天主堂 AGG车队家族成员和安德人员代表 拍完大合照后 随即将大大小小的物资 协助搬运到天主堂的图书馆内 不嫌苦也不嫌累 气氛热络 因为爱车 至同道合共组了AGG车队家族 除了车距 对于社会关爱更是不遗余力 这一次在花莲车友的牵线下 绕了大半个台湾 将书籍用品等打批物资 亲自送到玉里天主堂与安德中心 虽然神父刘一峰有事外出 AGG车队家族未能与神父碰面 但是他们也不在意 主要是能够做到净棉 博之力来减轻神父的负担 家族成员也都感到满足 之前在新闻上面看到 就是刘胜夫的残库 就是烧毁 那我们这次呢 就是发动了就是家族的成员 然后也有好心的老板 就是赞助了一些书籍 然后拜托我们送下来 G228年假就赠送爱新物之后 这个周末 AGG车队家族成员一呼百诺 远从台中 嘉义以及高雄等地前来 再度捐赠了物资给玉里天主堂 与安德中心 神父刘一峰在最后一刻赶回来 接待AGG车队家族 相当感动 也十分感谢AGG车队家族的爱心 记者是玉兰玉里采访报道